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由立法會議員何君堯 香港政研會和新界關注大聯盟率牽頭組成的23條同盟 今天召開了記者會 說要推動23條的立法程序 他們說在過去20天內成功收集100萬個網上簽名 當中有超過23萬香港人和14萬大陸人 其餘大部分聯署是來自海外人士 他們說未來會召集義工擺街站宣傳 以及繼續收集市民聯署簽名 目標是要收集200萬個 而何君堯還提到香港特區政府一定要思考為23條立法的問題 履行基本法的憲制責任 他就說未來會開設網上的論壇討論這個議題 星期日會在全港18區擺街站收集市民簽名 以爭取立法的氛圍 很明顯何君堯這個舉動 就是要圍著23條立法來造勢 就是要提供一個所謂的民意基礎 因此就算他們自己的數字本身充滿水份也好 他也要拿出來告訴市民 23條有超過100萬的聯署贊成 他們自己的數字也說23萬是香港人 其他那70多萬都不是香港人 他們這個舉措除了為23條立法造勢以外 同時也是為9月的立法會換屆選舉當中 穩住自己那群深藍的基本盤來造 因為上一屆的立法會選舉當中 何君堯就是循新界西地區直選的美席而進新立法會 故此如果他一直不丟不丟 就很不穩陣 就會變成了容海恩 但是他在過去四年不斷展現出他深藍的本色 而且越來越向深藍那邊傾斜 故此他已經積累了一大群深藍的粉絲 大家可以看看他在Facebook做過軍事行動的直播 以及看他的直播下面的留言 就會了解得到 其實何君堯目前的基本盤 全部都是深藍 一味在留言當中猛罵那些黃絲 猛罵那些年輕人 猛罵那些抗爭者 猛罵人是廢青等等 而何君堯組成了23條聯盟 要搞街站搞聯署搞論壇 無非都是為了討好這群深藍群 在這次的換屆選舉當中 其實何君堯可以說是穩如泰山 因為在建制派的光譜 他屬於最三藍的 所以那些呆黑粉絲 那些死忠的建制派 一定就會灌票給何君堯 縱然他背後可能都有西環的幫手配票 但是很多的非來猛 一定就會射到何君堯的名單身上 因此我估計 如果何君堯要競逐連任的話 他將會是新界西的建制派名單當中 最高票當選的那位 立此傳召 到其時就可以查一下 究竟我有沒有登到 說回23條立法 我之前已經分析過 目前距離7月休會 只不過只剩下4個月不夠的時間 所以我估計政府不會在本屆會期 啟動23條的立法程序 最有可能是甚麼時候呢 就是在下一屆的會期 即是2020年至24年這一屆 即是接下來這一屆 剛好林鄭的行政長官任期 在今屆的選舉以後 其實還有一年多的 所以到時就會有足夠的時間 來啟動23條的立法程序 早前有很多消息傳出 就說23條的立法是林鄭其中一個硬任務 如果在換屆選舉以後 即是2020年的9月 至到他任期完之前 即是2022年的7月 在中間一年零九個月的時間 就夠了23條立法有得了 所以為甚麼有些人那麼恐懼反對派可以拼過半數 就是這個意思 他們的立場其實就是跟中聯辦主任駱惠寧 民建聯主席李慧琼和周浩鼎一樣 就是連喝奶力也要出盡 都要阻止反對派可以在立法會當中拼過半數 因為拼到過半數就等同於奪權 這23條立法其實很簡單 只要在籍議員過半數反對 那你就已經是無行 如果反對派可以佔到35以上 那23條就完結了 不能夠通過 所以有些人就是很恐懼 同時現在也出現了一大班的牛鬼蛇神 用盡各式各樣的甜言物語 來引誘市民投票 投費票 不投票 甚至乎是不參選 總之目的就是要阻止35家這個情況出現 因為如果反對派真的能夠拼過半數的話 就算政府提23條去立法會 首先在議會裡面就會被否決 其次議會外邊一樣有一班的人 一樣有一班市民走出來抗爭 那就變成了類型外俠 議會內和議會外就變成通力合作 所以有些人就很恐懼 無論如何都要阻止這個情況發生 有些人甚至乎還盜用勇武派的名義 假借勇武派的名義 就試圖指揮大局 又叫人投白票 不要參加選舉等等 他們當然代表不了勇武派 老實說 如果在議會內真的做到非建制派過半數的話 起碼在街頭的抗爭也不需要去到這麼激烈的程度 因為大家都知道原來在議會內 就是有超過35名非建制派的人 可以投得到反對票 對於政府的議案是否決權擁有的 這時候起碼有這班人做把關 當然很多人就不想看到這個情況出現 因為一旦在議會內 非建制派得到35席或以上 這班在網上 不停在咬爬鬆幹 又說要投白票 這些老老 這班維穩人士就沒有了 就是要掃入歷史的垃圾堆當中 所以目前繼續要妖言惑眾 繼續要迷惑市民 就要相信他們那一套 不停說出一些似是而非 以為很有道理的說話 例如說 這個功能組別為何要進攻他 這樣就會對不起勢去了的手足 勢去了的手足有跟我們說過 要非建制派不要在議會內拼過半數嗎 是沒有的 只不過是這班人 將自己的主觀願望投射在勢去的手足身上 然後就搞道德綁架和情感勒索 就將其他人一起洗腦 這個搶灘功能界別 這個在議會內拼過半數 就是跟五大訴求背道而辭 但他是講不出所而言 怎麼背道而辭 沈旭暉已經有路線圖了 2020立法會拼過半數 2021在行政長官的選舉委員會當中 盡量拼到601席 所以就在2022年的行政長官選舉當中 可以選出一個非建制派的特首 繼而這個非建制派的特首 就可以利用政府的名義 去立法會推動 修改功能界別的選民資格 接著在2024年的立法會選舉當中 所有的功能界別 就由團體票、公司票全部轉為個人票 以黃絲居多的情況下 就一定有機會拼到三分之二的議席 到其時再由非建制派的特首提出政改方案 就有機會通過了 當然共產黨在人大層面 人大常委會的層面 都仍然有否決權 但是你就等他出醜 如果他否決你的政改方案的時候 你就再令尋出路 起碼他有一個路線圖 有一個藍圖是給了出來的 你如果要反對他的時候 當然他們不停找位反對 共產黨會DQ你的人 共產黨什麼什麼 你都要先做 不是你告訴別人應該怎麼做 你經常說別人的不合理 那哪一套是合理呢 他又說不出的所而言 反正他就是要使你這個 藍圖這個路線圖在第一步就不合理了 反正就是要你拼不了過半數 他們就安樂了 他們就可以繼續在網上說三說四了 這些就是不知所為到極 今次就是九七主權移交之後 第一次有機會拼到過半數 這班人就在騎 所以就找了那麼多人出來幫忙維穩 就是這個意思 那這班人往往就說 你這條計劃太多漏洞了 不合理的 2024年收皮 那哪條路線是可行的 這些人從來是不說的 因為他們就是要立於一個不敗之地 只是BAN計劃 永不比計劃 他們就贏了 到其時 35席不能拼到過半 不是說一早就告訴他們是不行的 只是這樣 在2016年8月5日的時候 梁天琦曾經說過這番說話 他說我們這個社會 如果要拿回我們應有的權力 就不可以再教條主義了 條條帶路通羅馬 哪一個方式可以推翻這個政府的呢 這個方式就應該要去做 相信和平抗爭的人 相信公民抗命的人 就繼續公民抗命 相信佔馬路 相信絕食 相信罷交稅等等和平手段的人 就繼續去做 那就不希望你們因為有人批評你們的手段 結果就完全放棄你們相信的東西 同時間相信勇武抗爭的人 一樣要繼續去做 不要再繼續教條主義 不要再盲信 相信自己是唯一的道路 是一定會成功 是必須要走的道路 而其他所有的道路 都是不應該走是錯的 梁天琦叫你們不要用這種思維模式 怎會將人家全部都否定 但是他們自己也不會提出一個可行的辦法 你說這些人在做什麼呢 大家可以想想 跟著就想說說關於立法會內頭 今天內務委員會就繼續要選出政府主席 到了臨近四點鐘的時候 就要準備交場給財務委員會 但是在這個時候 陳健波、何君堯就在身發難 其中陳健波就被人趕了出去會議廳 他自己就走了出去 但是何君堯就在座位上叫囂 同時就被代主席郭榮鏗趕了出去 不過何君堯就沒有自己走出去 當然要召喚一群保安員到場 打算夾他出去 但是這群保安員就放軟了手腳 那這群保安是什麼保安呢 是不是政治保安呢 請問 為什麼對於建制派的議員 就抬也不抬呢 這個真是有趣 好了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